二戈山觀景平台 大家好 我是Tony 我現在來到木柵草南大樓樹下 今天是要來爬這邊著名的二戈山 從這邊出發環繞一圈 大約兩三個小時吧 二戈山登山口 進入土石路 這邊有風 蠻涼爽的 左邊有山徑 這是往二閣山的捷徑 我還是走主要的步道登二閣山 今天是一個人爬山 所以可能要自己當Model 前面的這段土石路非常的平穩好走 這邊有一個休息涼亭 旁邊是農家 繼續往上行 這附近有農園 前面就是安部了 安部到了 安部福德宮 我現在抵達二閣山安部的福德宮 在這邊休息一下 這邊從北宜公路是有車道上來 因為這附近有一個電視台的中繼站 所以這邊有P街一條產業道路 休息十分鐘 現在要出發爬向二閣山 二閣山的山徑路口 就在土地公廟旁邊 由此上行 爬向二閣山 接下來人線就有比較多的盤爬路段 開始比較有爬山的感覺 山風清涼 開始下坡路 現在一路走下坡 走到這邊 要開始往上爬了 左邊這條山徑就是剛剛 上山的時候 遇到的一條 左岔路 跟二閣山的捷徑 直接到這邊 從這邊往上爬 又一段很陡上 這一段是連續斗上 斗上結束 這邊出現左岔路 等往南邦寮山 就在上面而已 上面看一下 南邦寮山 又稱為二閣西峰 回到岔路口 繼續取右行 現在開始的意外下坡路了 今天山爬得很過癮 要感謝這清涼的山風 比吹冷氣還舒服 這邊又一段攀岩的山徑 我決定坐在岩石這邊休息一下 這就是所謂的逍遙游吧 這就是所謂的逍遙游吧 現在是一路下坡 終於下來了 這樣的森林路 就在台北的近郊 多美好的城市 有這樣的山林 終於看到二閣山了 現在開始慢慢爬向二閣山 最後的等頂路 終於快走到二閣山了 二閣山到了 從這邊上去就是二閣山的基石 旁邊有觀景平台 二閣山 三等三角點 二閣山 海拔678公尺 觀景平台的入口在另外一邊 二閣山觀景平台 空間 在山頂休息十分鐘 現在下山了 現在繼續往前行 接著就一路下坡路了 下行不遠 這邊有個左岔路 往第三登山口 我是要從這邊下行 繞回二格山的草南登山口 直行上去三十公尺 有個觀景平台 那我先上去看一下風景 好了 這邊是眺望 實定 新店的方向 梁町這邊過去還有步道 通往二格路的 第二登山口跟第一登山口 我就在梁町這邊折返 回到岔路口 那現在就由這邊下山 這邊 這邊是十階路陡下 十階路一路陡下 走到這邊 前面出現一條山徑 這是一條捷徑 可以繞回草南農樹下 那我就不走這個 無趣的十階步道下去了 走這條比較快 我就走進來這條山徑了 這邊 這邊 抖下 綠豆湯安部 這裡是二格山 跟比架山之間的安部 那這裡是綠豆湯安部 因為早期有小攤販在這邊賣綠豆湯 所以就被山友稱為綠豆湯安部 現在攤販已經不在了 綠豆湯安部是 比架山的登山口 從這邊到比架山 1.5公里 大約50分鐘 也超過十年沒爬比架山了 下次找個時間再來爬比架山好了 現在中午十二點多了 我就在這邊用餐好了 吃完午餐 再走往草南大榮樹 我要由這邊下山 我現在離開綠豆湯安部 前面這邊有岔路 要取左行往草南大榮樹 直行就是爬往紅山越 現在就一路下行 現在就一路下行 這段十階路比較濕滑 小心慢慢走 濕滑的十階路段結束了 現在 山徑變得平緩 這邊有右岔路 也是等往侯山越 仁渠左行 繼續往下走 前面這邊有左岔路 前面這邊有左岔路 要從左邊的十階路往下行 這個方向是往侯山越的方向 十階路下來 變為水泥步道 前面出去就接產業道路了 接產業道路 取左行 走出去就接草南大榮樹 四幾年前走這樣一圈 大概花了2.5個小時 今天大概走了4.5個小時 是年紀的關係 也是因為拍片的關係 我們快走回草南大榮樹了 那今天二格山之旅 就在這邊結束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大家見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